炎炎夏日,西瓜上市了,听声音还是看外表,挑西瓜有什么小窍门? 甜美多汁的西瓜,有的人却只能望瓜心看。 什么疾病,什么人群,不是宜吃西瓜。 西瓜性凉,吃起来又有什么假究,该怎么注意? 通常非扔掉的西瓜皮,我们又能怎样有效地利用? 本期节目将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与我们主持人及嘉宾共同探讨,夏季小吃西瓜。 财富人生健康至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天,今天现场是请到了三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位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旺京医院,张震宇,大家好。 张震宇,中国中医科学院旺京医院,无人医师。 第二位是国家公共一级医养师,张晨仪。 欢迎欢迎,大家好。 第三位就是我的搭档了,主持相殿演员,何健康。 大家好。 那首歌是这么唱的,牵一片西瓜似无量,真正的包皮脆沙瘾。 哎呦,我一听到这首歌就想吃。 现在这面前我们摆了三个西瓜,你会挑吗? 我已经看中一个了。 这种西瓜文是有点点。 金面体多大呀。 醉了。 不是你,就是你这种。 刚才你们听声,我这看看色。 这个,你看,这花长得多均匀呀。 而且这个,师傅,好看吗? 好看。 好看。 就这里面就属于它最疯码了。 就觉得它是最疯码。 对,我挑这个了。 您挑这个。 我看。 行。 切开一下,看一下。 切开吧,那就。 看看谁是这个生的,谁是熟的。 对。 先切。 先切谁的呢? 先切。 先切谁。 先切那个。 先切谁。 先切主任的,专家的。 先切专家。 先切专家。 好,来。 好。 开。 你瞧这手法,专业吐火。 你听这声,多脆呀。 杯脆上。 行行行。 太棒了。 这拿到一边,好吧。 这是这个我们专家挑的。 接下来我们这个可以狠一点。 切油线抄了。 什么事啊。 怎么还出了木头事呢这个。 对。 对。 拉一拉。 拉一拉。 你看桌子掉一脚,你看。 白子的。 白子。 嗯。 但这好不好啊。 这得尝。 得尝。 多专业。 怎么样。 这是刚才主任的那个。 这是主任。 主任。 对。 胆儿不小啊你。 尝尝。 这个你看。 主任不错呀。 主任好吃。 主任好吃。 主任不错。 味道挺好。 主任就味道挺好。 这这我挑的对吧。 对。 你也没得挑了。 听见没有。 这声。 这说明这瓜东的。 这正。 喽了。 收过了吧。 喽。 楼瓜。 走。 走。 你看。 你瞅瞅。 哎呀。 光瞅瞅不行。 是吧。 得尝尝。 你看听着声就比较肉头。 你吃。 来一点。 来吧。 您有个比较。 对。 嗯。 这有点神过。 真正超西瓜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呃。 赵老师。 您给介绍一下吧。 这方面您是专业。 对。 还真是啊。 有几步分几步。 跟着瓜王还真的学了几招。 是吗。 哎。 那其实呢有几个方法。 第一呢就是看色。 听声。 我们看啊。 其实刚才一眼我就看上这个瓜了。 是吧。 那它呢就是颜色整体我们看上去是比较均匀。 那颜色呢也是这种有点翠绿哈。 然后主要看它的花纹。 嗯。 这种就是深浅的这种间接色是非常的明显。 啊。 然后条纹呢很有条理非常整齐。 也展开了。 那对比一下啊。 发育开了好看。 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 哦。 那它呢。 看这个条纹。 断裂纹。 对。 一个是它的深浅色分界并不很明显。 二呢就是它不是很整齐。 长得比较乱。 嗯。 听声。 刚才我们都拍过了哈。 是。 那好瓜呢是一种比较脆的。 上面敲底下手是会有一点点震动的。 啊。 震动。 对。 传过去了。 另外呢就是说看头尾。 嗯。 先看这个瓜旗。 有人呢说挑特别大的。 嗯。 其实也不是这样啊。 不要挑特别大的。 因为这个西瓜在这个腰上。 它是15到18片叶片之间的瓜。 是最好吃的。 那这个鳍如果过大了。 它可能是远端的瓜。 呃。 远端的瓜呢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 嗯。 嗯。 它可能就是比较直。 嗯。 而且比较的粗。 那它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啊。 它就是使劲去够。 然后长得很粗。 那所以我们看这个瓜饼的时候也不要选过直的和过粗的。 过直的粗。 哎。 然后颜色上呢。 也不要这种就是过于青绿色的啊。 翠绿。 哎。 这种有一点发绿。 但是看尾部稍微有一点点的就是发蔫了。 就说明它在成熟的时候呢自己有一点点萎缩。 那说明它的成熟度比较合适。 哦。 就是这个瓜我为什么刚才看中它了啊。 就是表面比较光亮。 对啊。 真是光亮。 然后就其实就像人的皮肤一样。 好的皮肤摸上去是细腻光滑。 毛孔要小。 你看看。 细腻光滑。 嗯。 最后一点呢就是。 刚才我们老师说了。 同等大小的瓜你要颠。 水分足得好是吗? 哎。 越沉的越好。 哦。 那青的可能就是说它放置过久或者是这种楼瓜。 它的水分有一些水湿。 深层学会了吗? 这也不用学。 哎怎么的。 虽然说壮大运不好使吧。 你就直接买那个人体能抛开的。 能让你看这半辣横的。 切开的。 对啊。 遗憾就知道那个甜。 哎。 是吗? 对。 一看那个好。 没错。 看着啥了。 对。 你也太懒了。 眼见为实了。 眼见为实了。 但有些时候眼见可不一定是实的。 眼眼下着漆开的西瓜。 你得看它多长时间了。 哦。 这你不知道。 对。 你不知道吧。 你时间过长了。 营养成分丧失。 可能还会。 滋生很多的细菌。 细菌。 会吗? 对啊。 你到时候你吃完了以后这西瓜。 营养成分少了。 水分少了。 维生素丧失了。 可能还吃了一大口。 啊。 几百万个。 小生物。 我的天啊。 怕你下次你去买瓜的时候。 你那完整的你也打得敲开。 然后对方管你要钱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老子在城里都没给过钱。 对。 吃你两个瓜。 又能怎么着。 早晚我得拉起来。 我怎么像胖翻译官的。 其实你那个一半的瓜也可以买。 现切啊。 对。 拿回去吃啊。 对。 不好转身就走了。 对。 然后得追我半条街那点。 对。 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就是切了一半的瓜。 超小的方法。 看。 听。 摸。 对。 颠。 这方法掌握了之后。 相信您就能买到一个很好的西瓜。 西瓜虽好但是也要注意啊。 这注意什么。 前两天有位同事就告诉我。 说这吃西瓜容易出问题。 这除了你不给钱让人揍我一顿没别的问题。 没别的问题。 没别的问题。 这你认为的。 我们看个小片子就了解一下好不好。 西瓜性凉味甘甜。 被誉为瓜中之王。 是夏天的解暑圣品。 一杯西瓜含有46千卡的热量。 能够提供人体日常所需的维生素。 但这么丰富的营养却不是人人都能享用的。 为什么有人一吃西瓜就拉肚子? 为什么有人吃西瓜减肥却越减越肥? 西瓜该怎么吃? 吃西瓜真能吃出问题来吗? 能。 咱们说这西瓜有很多营养成分。 但是咱们有很多人不能吃。 糖尿病的人不能吃。 有糖尿病它本来血糖就高嘛。 这个西瓜有很大的一个成分。 甜。 甜的。 糖高啊。 吃多了可以造成血糖增高。 糖尿病的症状会加重。 只能买那不甜的瓜吃。 这还有哪些人是不适合吃西瓜的? 比如说孕妇。 孕妇。 孕妇怎么不能吃啊? 孕妇的那个胰岛的功能下降。 胰岛功能下降。 它也可能吃西瓜也会造成。 孕妇糖尿病。 脾胃功能相对于野弱。 所以吃西瓜。 西瓜性寒凉啊。 也容易伤脾胃。 也不适合多吃。 肾有问题吗? 我当然是没有问题。 我是担心现敲。 我没事。 我肾早就换手机用了。 肾功能有问题的人。 不适合过多的吃西瓜。 不能很好地把这个水分排出体外。 加重肾的负担。 你像我。 我平时呢这个确实特别贪吃。 运动结束之后。 怎么样。 来一片冰镇西瓜。 好吃吗? 这个运动之后的什么感触。 我一般都没体验过。 它很少运动。 你看咱运动之后啊。 连说运动的时候。 人家交感神移兴奋。 交感神移兴奋。 它的胃肠的蠕动就减弱了。 胃肠肯定。 你吃一个冰镇西瓜。 再加那个寒上加寒。 容易相脾胃。 造成脾胃功能下降。 在好长一段时间。 你的脾胃功能都不好。 饮食都不会太好。 这是一部分。 当然还有很多人呢。 很多时候也是不能够吃西瓜的。 您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感冒。 感冒。 感冒不能吃西瓜。 感冒怎么不能吃西瓜呢。 我觉得吃西瓜可能还。 你发烧了是吧。 吃两块降降降温是吧。 对啊。 想法也没有错。 但是咱们感冒有很多种类型啊。 你比如说咱们感冒中医讲。 有风寒的。 伤寒类的。 对啊。 伤风寒之类的。 你要吃西瓜倒是寒上加寒嘛。 有些感冒还少量的吃西瓜也还可以。 你比如说像那个风热感冒。 就夏天天热了。 热伤风。 热伤风的。 还有鼠湿感冒。 可以适当地吃一次。 但也不能多吃。 还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 吃药的时候。 因为咱们有些疾病。 是吃一些温补类的药物。 你比如说咱们有些虚症的病人。 吃一些什么人。 身类的。 党身啊。 人身啊。 黄芪啊。 补类的药物。 这些补类都是温补。 那你用含量的东西。 吃大量含量的东西。 那不把这个药性下降了。 过于含量。 嗯。 你还有呢。 口腔口腔。 咱们说口腔口腔的时候。 一般指的是那种叫复发性口腔口腔。 老了。 总是反复发作。 反复发作。 反复发作。 而且就是像一个那个深坑一样。 老烂一个对。 对。 老烂一个对。 反复发性脑。 不是咱们讲那么口舌生疮那种。 它一般属于阴虚内热。 虚热内扰造成的。 这时候呢。 你要吃大量的西瓜。 可能因为排尿比较多嘛。 可能会造成人体的一些体液的丧失。 按照您这么一说。 是。 我们这冰这西瓜从此以后 就跟我们说再见了是吧。 冰箱里储存的时间也是要有讲究的。 尚在里面厕彩。 上 anderer, 下面可能会被一些心属污染被腺操着。 还不够吃脂肪的。 他一天到晚想着减肥是怎么办的? 吃,吃西瓜。 清热。 灼鼠。 声灵,吱咳。 人家们作用。 曾天悠老师的。 完全不能吃了吗? 尤其是冰症的西瓜。 其实对于一般的正常人来说 还是可以适当地吃 但是要有方法 拿手拐不能下手抓嘛 吃完以后剩那瓶泡方案面 特别地爽 泡过吗 没有 你没有你在这说 过瘾 我过瘾我 过嘴 就自己瞎过瘾 有些什么讲究 您介绍介绍 那首先呢就是说 冰镇的西瓜 一般就是我们 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 要稍微晾一晾 大概量个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 让它去一下这种 就是所谓的冰箱病的这种隐患 去一些这个寒气 我们再来进行食用 但是这个冰箱里储存的时间 也是要有讲究的 这有什么讲究 一般家里头 可能买回来之后 在冰镇之后 我们先吃一半 那剩下那半 肯定是要先把它冷藏起来 下次再吃 对 所以这一半 它储存的时间是有讲究的 在整个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先把它冲洗干净 没错 因为瓜皮上会带一些细菌 这些病菌什么的 先把它冲洗干净 然后切下一半来 我们要用保鲜膜把它铺好 然后放进冰箱里之后 保存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 那最建议的是 两小时之内把它干掉 但是一般家庭可能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是说12小时之内 最好把它吃完 12小时我觉得也是不可能吃 我第二天吃的时候 可能会把上面那层给削掉 一公分左右 一公分左右 对 上面可能会被一些细菌污染 对 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实验 这个西瓜放进冰箱里以后 然后取样做了一个培养菌的 这么一个实验 如果是两小时的时候 在这个实验的样品当中 发现了10个菌落 菌落 菌落不是一个呀 达呗呗就是 真不是一达 它那个数字不是你能想象得到 一个细菌长出来的一个群落 那12小时之后就变成 从10变成了100个以上 它的繁殖的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切开了的西瓜 它的表面就变成了细菌培养的温床 有培养机以后就是向主任学习 比如说那个要是超过了12小时 我们上完一层 一公分我还不放心 我切两公分好吧 我切下来咱也别浪费 给现超吃 你还不是给我吃皮霜的你 现超就一天到晚就想着要减肥 他一天到晚想着减肥是怎么办的 吃 吃西瓜 这一天就是一个西瓜是吗 这个我是绝对的不赞同的一个做法 那第一呢就是说它里面 我们刚才说了糖分很多 它其实会让你产 就是身体内增加很多的能量 其实肥胖就是因为能量超标 那你这个超标了之后的话 你的脂肪就慢慢地去积累出来了 另外呢脂肪的代谢 是要靠很多营养素的参与 如果你这一天就指着这一个西瓜 它的营养是不够全面 那你长此以往的话 你身体内的营养素 帮助你代谢的营养素不够 你的脂肪没办法排到体外去 那反而呢能量增加了 脂肪没有代谢掉 你会可能加重肥胖 反正是增肥了 对 而且身体的整体状况一定会下降 光是西瓜的这种方法来进行减肥 最后会变成一个低弱的胖子 生活当中吃完了西瓜 那西瓜皮都扔掉了 但其实可惜了 怎么呢 这西瓜皮呀 这全身也都是薄啊 是吗 那当然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子来了解一下 好吧 您在享受完鲜甜多汁的西瓜肉后 有没有想过西瓜皮 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西瓜皮别名西瓜脆衣 胃肝性凉 富含蛋白质 糖 纤维素 除了这些营养成分 西瓜皮的用处可大了去了 中医有一个说法 西瓜不如西瓜皮 那么西瓜皮应该怎么吃 这汤觉得这个西瓜皮能吃吗 西瓜皮 我要是在我记忆里没错的话 它好像是能包饺子吧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呢 由于那个年代 相对来说是物资比较贫乏 西瓜皮还真舍不得扔 那干嘛呀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原来是怎么做的 把最外面那层皮啊 绿的 用那个瓜皮刀给它削掉 削掉 削掉之后就放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晒 然后呢 晒完了之后拿那个盐呢 腌一腌 当咸菜吃 咸菜 炒点肉末 咸菜 一定得炒熟透了 不然的话有点塞牙 鲜味素比较高 我刚说的这个吃法 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西瓜皮呢 在中医里头叫西瓜脆衣 西瓜脆衣 脆绿的脆啊 西瓜脆衣非常好听 这个西瓜脆衣 它具有一些清热 解暑 生经 止咳的作用 对很多疾病都有很好的效果 像肾炎啊 糖尿病啊 这些干冰啊黄胆啊 都可以使用这些西瓜皮 这个张权瑜老师 您接下来说一说这个西瓜皮的吃法 介绍一种给大家好不好 可以可以 我不太喜欢吃凉菜 还有别的吗 你可以用西瓜皮 直接在脸上擦就可以 黏糊糊的不舒服 另外它对毛孔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堵塞 仓老都站不住脚 帅死它 西瓜皮的吃法 介绍一种给大家好不好 可以可以 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 就是很好的方法 但是需要时间晾晒 可能现在的这个快节奏 我们不能等这个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咱们把一般的这个西瓜皮 留下来之后 然后把最外层的这个硬的把它去掉 削掉 取这个中间的这层白的 那把它切成大概是三公分长 半公分厚的把这种薄条 然后呢用盐水把它腌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用纱布把这个腌过的西瓜皮 把它拧半干 就是把它的水分能拧出去多少 拧出去多少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压实在一个玻璃瓶里摆好 放上一些酱油 还有一些调料 就是你喜欢的味儿 你做一个调味儿 把它焖大概半小时左右取出来 然后淋上这个芝麻香油 就是很香的 很好的一道凉菜 太好了 那这我不太喜欢吃凉菜 还有别的吗 那还可以炒一些肉类呀 炒一些豆干 那其实做汤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这个绿豆瓜皮汤 有豆有干粮嘛 有干粮 它可以轻热解毒 西瓜皮有的时候也是轻热解蜀的 生经止渴作用的嘛 可以有效去蜀 当然可能我建议呢 这个力量可能稍微差一点 稍微的加一点点 什么 菊花 菊花 对 加点菊花 或者是加点玫瑰花都可以 除了这样的这个可以食用之外 你再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 你觉得西瓜皮还有什么妙用 对 美容 怎么贴脸上 对呀 你也不怕这些苍蝇到时候来叮你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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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会 苍蝇都站不住脚 滑了 会摔死 对 摔死它 是不是真的有美容的效果 西瓜皮绝对有美容的效果 是敷面膜吗 你可以用西瓜皮 直接就在脸上擦就可以 就蹭嘛 都这样 就擦呀 对呀 对 可以呀 那一般我们女性是不会这么去 粗鲁地对待自己 那一般我们在做美容的时候 都喜欢稍微静下来 安静一点 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 那刚才我们老是说的这个方法 就是完全可以男性坐在那一边 看电视一边这样抹 那女性呢 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敷在脸上 躺在那儿 听听音乐呀 这样享受一下 大概十分钟之后把它洗掉 有一个美白润肤的作用 这是一个 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夏天就是 暴晒的时候非常多 那有的皮肤会被晒红 那这时候呢 就是把它倒成汁 加一些 就是其他你喜欢做面膜的东西 有这种消炎的东西 可以把它一起敷上 那对皮肤的这个晒伤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 就是症状的改善 那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这个皮是有很好的作用 其实这个瓜嚷也是 还是有它特有的一些营养成分 那如果想用这些成分 怎么办呢 您是用瓜心 还是用这种边上的肉 边上的肉 为什么 瓜心舍不得我自己吃 瓜肉它的糖分太高了 那护在脸上呢 其实一个是你黏糊糊的不舒服 另外它对毛孔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堵塞 但是你又想用它的营养素 那这时候就是取这层白衣之后 挨着它的这一些粉红色的肉 我们可以一起取下来 然后榨成汁 因为我们是面上卖的这种面膜纸 把它浸透了 这样敷在脸上 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那还有什么面膜呢 那么夏天你们见过 尤其是孩子 你们长肺子你们见过吗 这样肺子什么样的表现 那个红的 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的 咱们这个西瓜皮正好是清热解毒 立湿的 那怎么办 你可以这么多 把那西瓜上层那种青皮给去掉 把那个中间那个白瘤 就刚才老师说那个白瘤 给捣碎了 捣碎的时候 让那个西瓜皮汁 可以上膜 涂膜 每天涂膜几次 它可以去肺子 同时呢我建议呢 还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那西瓜皮掉熬汤 给小孩洗澡 一下即使用它 水 它就不容易长肺子 皮肤还有 光滑 鸳儿般的皮肤 非常的光滑 这没想到 这小小的一个西瓜 我们一聊 能够聊出这么多的内容 有很多 我们原来是用不上的 把它扔掉的这个废物呢 其实 你只要知道方法 懂得这个制作的话 它全身都是薄 不要浪费 无论是西瓜 西瓜瓶 还是西瓜皮 今天的方法 都已经交给您了 希望您能够牢牢地记住 祝愿大家在炎炎夏日呢 能够度过一个 清然的夏天 今天的这期节目 就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